自从2019年9月发现我家小狗进步的毛到了12月还长不出来 我就尝试用姜粉泥敷在它背上包裹保鲜膜 2019年12月27日 一星期后效果似乎不明显 于是每次增加使用吹风筒热风吹 心想若是满虫等细菌 使用姜粉泥和热风吹应该有效 因此每天花15分钟继续做便是了 到了2020年2月份 发觉小狗吊毛更严重也露出皮肉了 当时的想法是死马当活马医 也不管这么多继续每天处理 2020年2月16日 3月1日去公园遛狗 碰到一位遛狗洋人 就聊起了小狗皮肤问题 他好像很肯定说是毛囊病 需要治疗 否则会很快扩散 我当时听了有些沮丧 第二天本约了兽医给小狗看病 在出门之前想拍照存底 发现小狗的毛发原来长了许多 何必带去看兽医 用原始电方法更好 便取消了看诊 继续每天两次给小狗涂姜粉泥 吹电热风筒 一星期后果然看到效果明显改善了 2020年3月13日 2020年3月23日 小狗进步的毛全都长出来了 这佐证了原始点创始人张一世的理论 凡所有疾病都是由体伤和热能不足所致 我应用姜粉泥和电热风吹 就是要加强改善小狗进步的热能不足 以达到因变果转之效果 2019年12月27日处理前 2020年3月23日处理后 两个半月时间